烤五花肉 烤五花肉堪称南韩国民美食 但现在民众想吃却不敢买 中国猪瘟肆虐 连带影响周边国家 南韩市面上的猪肉有30%都是国外进口 尤其中国更是大宗 随着猪瘟拉紧报 南韩国产五花肉价格 短短一个月就大涨16.5% 比去年同期高了20% 预计下半年还会飙涨7成以上 除了南韩猪肉涨价 美国三月猪肉价格 也比去年同期高了35% 与中国关系紧密的北韩 巨船也爆发疫情 南韩媒体报道 平壤等地在二月中猪只大量死亡 即使政府紧急下达禁令 但病死猪肉仍在市场流通 南韩政府表示将会全力与北韩合作防疫 死守树米美食猪五花 三里新闻 许少江报道 正好 好